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人几乎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隐藏最深的高手了 常常被大家所忽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三人究竟是有多厉害 1. 曲阿小将 曲阿小将是扬州刺史刘瑶的手下 他在刘瑶手下是个不知名的武将 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敢于跟随太史词出战孙策 当时太史词也在刘瑶手下为将 听说孙策带人前来查探地形 于是请求刘瑶派兵捉拿孙策 刘瑶担心这是孙策的计谋不敢出战 于是太史词便一人出战 并在临行前呼唤 有种的就跟他去捉拿孙策 结果整个刘瑶军营就只有曲阿小将一人附和太史词 随后曲阿小将跟随太史词对战孙策的场面更为霸气 太史词知道自己这边人少 而孙策那边有13起所以他直接出言刺激孙策 使孙策命令手下不要出手 他要和太史词单交 太史词非常聪明 他先是刺激孙策放弃围攻前来单交 之后又使出诱敌深入之法 将孙策带着远离了他的手下 以防孙策手下见识不对前来帮忙 孙策乃是主公 按道理说他的手下要时刻跟着他 以防万一但是他们却没有做出如此操作 直到刘瑶援兵前来他们才出现 这是为何呢 很明显孙策的这些手下必定想要前去帮助孙策 而他们之所以没去很可能是受到了阻击 也就是说曲阿小将一人拦住了东吴十二将 而这十二将包括了程浦 黄盖 韩当 蒋青 周泰等猛人 实力是非常强悍的 曲阿小将既然能够拦住他们 可见其实力是多么的恐怖 二 颜良 提起颜良大家的反应就是蔡 白马之战 他被关于一刀斩杀毫无抵抗力 简直太弱了 没啥可说的 但事实上大家都误解了颜良 颜良在白马之战中虽然出场时间很短 但是他的实力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几乎是可以达到吕布的水平 为何说颜良能达到吕布的水平呢 我们来看看他和曹营猛将的交手情况 当时曹操面对颜良大军 先后派出了宋献和魏旭 结果这二人被颜良快速斩杀 曹操面子上挂不住了 于是派出徐晃 当时的徐晃可以说是曹营第二猛将了 连徐楚都无法在五十回合内击败他 可以说曹操是对徐晃抱有了很大的希望的 希望徐晃帮他挽回面子 结果徐晃上场被颜良二十回合就击败了 而且曹营重将无人再敢应战 颜良二十回合击败徐晃 这足以说明他的实力远超徐楚 是议员超一流猛将 武力可达吕布 然而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 认为关羽也可以做到二十回合击败徐晃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曹营其他猛将的表现如何 当颜良败退之后 曹营重将的反应是 力然 不敢再上去挑战了 而曹操也彻底认赞 不敢再派人前去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曹营重将看来 他们根本就打不赢颜良 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去和颜良单挑了 而当曹营重将面对吕布时 徐楚可是主动上去单挑的 当面对关羽时 夏侯敦可是主动出手的 也就是说曹营猛将面对吕布和关羽时尚且不惧 但面对颜良时他们却不敢出手 这就足以证明颜良的超强实力了 他绝对是一个超一流高手 可比吕布 很多人对此不服 认为颜良既然这么厉害 又为何会被关羽一刀斩杀呢 这里面其实就要说刘备的原因了 原来颜良出征时 刘备曾经找过他 向他描述了关羽的容貌特征 希望颜良见到关羽后 告诉他刘备的去处 招降关羽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当关羽冲过来时 颜良直接下令手下 战开一条路 允许关羽冲到他的灰盖之下 最终被关羽一刀斩杀 3. 诸葛尚 诸葛尚是诸葛亮的孙子 虽然诸葛亮是文臣 没什么武功 但是他的孙子 在个人战力方面 却是非常厉害的 当时 邓爱从阴亭小道 杀进了蜀汉腹地 刘缠命令诸葛尘率军 前去抵挡 邓爱进入蜀地后 派诗葛、邓忠坐先锋 进攻诸葛尘 而且警告二人 如果打不赢诸葛尘 就直接杀了他们两人 在生死存亡之际 诗葛、邓忠二人爆发出的战斗力 可想而知 然而 即便如此 他们二人还是被诸葛尚击败了 令人大惊 邓忠是不输于姜维的高手 双方曾经大战了数十回合 最终姜维落于下风 还差点被邓忠击杀 可见邓忠是多么的强悍 然而 邓忠在爆发出最大潜力 且有帮手的情况下 仍然不敌诸葛尘 可见诸葛尘的武功是多么的厉害 诸葛尘完全可以说是一个顶级的一流高手 若是给他点时间 让他成长起来 他至少也是徐晃、张和等人的水平 要是他超常发挥 甚至能成为三国末期唯一一个超一流武将 底尖关羽张飞 4.王双 对于王双这个名字 估计很多人没听说过 他是诸葛亮北伐时期 魏国的一员猛将 由于他出场时间实在太短 以至于不少人都忽略了他 不过事实上 这个王双的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 王双出场时 张和还活着 而且战斗力颇强 作为当时天下为数不多的一流猛将 本来张和是最有可能被派来对阵诸葛亮的 结果曹真却选择了王双顶替张和 这说明在曹真等人的心目中 王双的战斗力是不输于张和的 王双身长九尺 面黑金黄 雄妖虎背 使六十斤大刀 有万夫不当之勇 这种人一看就是高手 而诸葛亮在和王双的作战中 确实也吃了大亏 诸葛亮最开始派手下谢雄去试探王双的武功 结果谢雄三个回合便被斩杀 之后诸葛亮又出攻起 又是三回合被斩杀 这一下诸葛亮沉不住气了 开始派出队伍中比较有实力名气的大将了 这一次诸葛亮派出的大将乃是廖化 王萍张仪三人 这三人可以说是蜀军中比较厉害的大将了 结果他们三人出马 仍然是被王双击败了 而且张仪还被王双给打伤了 从这场交手来看 王双这个人是有勇有谋之人 廖化王庭张仪三人均不是其对手 而当廖化王庭张仪三人退败回来之后 诸葛亮也并未派出手下第一猛将魏妍 让魏妍去解决王双 这就说明在诸葛亮的评判中 魏妍也不一定能够拿下王双 综合王双的表现来看 他的实力至少是和魏妍张和二人差不多的 他是三国中后期少有的一流猛将 只不过被大家给忽视了 这四人的实力是非常强悍的 其中曲阿小将 严良有堪比吕布一样的实力 而诸葛上年纪轻轻已经是一流高手 他的发展潜力非常大 只不过他们由于出场时间太短 都被大家给忽视了 若是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发挥 他们必定能够创下辉煌的战绩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